謝謝我們的趙偉 趙偉我們請我們的主委 司主委 來 主委好 主委好 我們在立法院上個月有三土通過兒少法的修正案 明燈兒童及少年持續使用電子產品不得超過合理的時間 定有1萬元至5萬元的這樣一個罰則 而且才法的對象是肩負人 那我不曉得您知不知道這樣的一個訊息 知道 我們也配合要求電信業者要標示警語 因為兒童在3C的這個部分 包括平板電腦或者手機的這個部分 他們在取得的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為什麼會處罰那個監護人 因為監護人就是他跟他平常跟他接近最迫切的這樣一個部分 那在業者的這個部分 那我不曉得您在這個部分 你有沒有像這樣一個更原苛的這樣的一個要求一下 跟我們報道這個 這個終端設備拿到用戶手上 電信業者沒有辦法去禁止消費者使用 但是我們已經要求業者要有警語 就是其實酒用會傷害身體 其實那你這個警語 你要怎麼去跟他們做更這樣的一個更好的一個業績 因為你這個警語的話 只是因為這也是一個無聲的 只是一個無聲的這樣一個說明 對不對 因為您在這個 您打開了這些3C的產品 您它只能說 處於它要看以不看的這樣一個界面 那這個我們也沒辦法去 真的是也沒辦法很嚴格去做這樣的一個管控 但是真的是這只有一個無聲的這樣的一個規範 那我們有沒有比較更好的那個辦法 其實委員所說的是每一個使用者自己要有所節制 像我自己的近視度 是我一部分是電腦貢獻的 那當然這個自己求學生涯高度依賴電腦 這是自己找的 不過呢這個 主委這一部分都沒 這個都沒有問題 現在是兒少華這個部分 兒少華有包括很廣 零歲到那個六歲 這個是因為它在這個文字上面 它在辨識的話 它也都不太清楚 那六歲到十二歲 那是它已經國中 那個國小了 國小了它都有文字 它可以篩選 您說要慢慢來要求 警語這個部分 它可以看懂的 那零歲到六歲這個階段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樣的一個規範呢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有些父母拿3C產品 當做這個 哄小孩的工具呢 其實標示任何警語 在這種個案上 就是因為我們沒辦法去做這樣的整個規範 整個配套 那在這個部分 那您是要用那個教育的方式 還是用那個廣告的方式 或者你有更好的辦法 來幫忙解決這個問題 發文 我不是這個幼兒行為 或幼兒心理的專家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您也剛才來負責說 整個對我們國家幼苗的這個區塊的成長 因為那個整個科技的進步 包括我們整個那個產業 這個像我們手機的這樣一個這麼快的速度 市集五一又升到五一了 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就沒有 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不曉得是 我們真的是在科技進步的這個範疇裡面 那我們相對的 我們對這個民眾教育的這個功能 那你們有沒有比較好的一個辦法 畢竟是NC您管的是電信業者 不管是哪一個行業 都是您管的 那您有沒有這個說 必須要來做一些廣告 公益的廣告 這個部分來協助這些 我們其實在網路成癮的部分 有委外請民間團體Iwin去提出說 網路現在有網路很多種 包含行動也是行動網路 以前的網路都是在家裡的電腦 我們確實有請Iwin去研究網路成癮的現象 以及如何去改變這種問題 那這要適當的機制 跟適當的人員 NC作為管制機關 我們跟父母也好 跟子女也好 並沒有像衛福部有這麼健全 而且資源豐富的網路 我們在我們的職責範圍 主委您這樣講 我都可以接受您這樣的那個講話 但是您在這個整個部分的話 公益的部分您來協制一下 這也是你棘手之老 公益的部分真的是你棘手之老 你在這個區塊你可以來 你可以不用花很多錢 你也不需要去花說任何的一個費用 你可以跟業者有這樣一個 兩個有一個互動 這樣不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嗎 這樣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不曉得子委真的不能做到嗎 我們會盡力 你應該說你可以做到啊 怎麼說你可以盡力 我不經營電信事業 我也不開媒體 所以呢我們會盡力 讓這個訊息盡可能的 對這個公益 您就開跟業者這樣做一個 把這個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廣告的那個部分 公益廣告的部分 裡面這樣做一個互動一下 這樣你也沒辦法做到 完全的做到嗎 因為報告我們本會 並沒有這方面的宣傳預算 所以我們會 朝五人剛才所說的方向去努力 那業者也是要有這一部分的 相關的這樣一個社會的責任啊 不一定是要出一定要每一部分的錢 都是要有一個那個 公務的預算去支付 他才願意來做這樣的那個工作 所以我跟五人報告說 本會沒有這筆預算 所以我們朝向五人剛才的期望呢 我們會請業者呢 設法去達到這樣子一個目標 那個主委 這個也是我們真的是要共同的 要努力協助的這個部分 不能在一直在殘害我們的幼苗 那您剛才講的 我們現在目前是處於市益的狀態 那市益的狀態 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在之前在規範的時候 真的是我們突自1,170億的 這樣的一個資金下去 我們那時候有了 我們導入170億下去 但是這部分的是 導入170億 相對的還有業者 因為這樣來破散 那您要規劃五億的時候 你這個部分 你整個期程 您準備好了嗎 跟文報告這個 您所說的是1,186億 170億 我們有投入170億的那個整個 那個執照 六張執照的這樣一個 特許的 我們可以統稱叫做1,200億 1,200億 他只是標執照的錢 他還要花錢去建設網路跟架基地台 然後他還要更新他的軟體 所以總投入一定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那我們投資了 那我們六張執照是我們有實質多花的還是 為什麼有的會這樣的 莫名其妙這樣的破產呢 跟文報告 之前我還看到電視上面有來跟您控制 4G業者沒有破產的 4G業者沒有破產的 那破產的那個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我不知道委員所說是哪一家業者 不過剛才林文有追尋的 那是PHS的業者 那不管是PHS的業者 或者是北家的業者 那為什麼會他 我們已經有六張執照 這樣的一個 那個 這樣的一個席口 為什麼業者 還會那個 還會那個做這樣的一個 那個倒閉的現象呢 在電視 我是在電視上面看到的是 他來跟我們NCC做那個 抗議 嚴重的抗議 我是在電視上面看到的 是 PHS這個個案其實我們做得很周延的 善後處理工作了 我們所說的應該是指 所謂的無限寬頻 接取業務的業者 那個呢是因為我們製造業的政策 強力要推動特定的技術規格 沒有重視服務業的一個 產業發展條件 那個主委 他要投入之前 因為這個畢竟是一筆很大的經費 在投入之前 你一定要有事先的這樣 讓業者清楚 很清楚的這樣 可以與不可以這樣的一個 那個至少的這樣的一個規範 好不好 這一點我們跟工業局好好討論 所以在我們現在製造5G的這個過程的話 我希望說你嚴禁的把關 好不好 我們希望製造單位也可以務實的定定政策 謝謝